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来谈 谈这个佛陀 十大地址里面神通第一 目见人真者 目见人神通 目见人尊主的神通 在佛陀地址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那神通他是这样 他是可以接引众生 但是不能够违背因果 不能够胜过业报 这两个原则要记得 不能违背因果 不能胜过业报 神通内 不能够解决环绕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那么佛的祖国 加毙罗未成 遭到乔萨弥罗国的刘理王亲类 我们已经有讨论过 刘理王的父亲 布斯尼王是佛陀的父法 刘理王的母亲莫尼夫人是佛陀他们的祖国 释迦祖里面的一位亲王的避女之女 因为佛陀太尊贵了 所以他们释迦祖里 他们的女子是不嫁给别的主 他们主内通婚 但是不嫁给外祖 所以当时 刘理太子回到他的这个 外公 外祖母 就是 加毙罗未国 去游玩的时候 因为不知道踏进去了 佛陀的吉典馆 被管理人员 赫赐 他说他是贱民自治 当时刘理太子非常生气 含恨在心告诉他旁边的这些 童男童女说 你们一天跟我提醒三次 这个仇我挥报不可 后来他掌权以后 他就发兵要攻打 加毙罗未国 那佛陀当然知道啊 佛陀在路上 每一次刘理太子发兵 佛陀就在路上 跟刘理王开世 但是后来呢 刘理王他就尊敬佛陀 把军队撤毁 但是第四次的时候 他就 他就不理佛陀了 佛陀也知道呢 刘理王的 报仇跟亲烈的恨心 始终没有媳妇 或者知道因果业报呢 这个道理 所以就让他去了 那么当时呢 这个慕建人尊敬 他的神通道理 跟他的这个 他的宿命通 他只能知道 就像阿罗汉 只能知道五百事 他不知道五量事 所以当时 尤理王要包围 加毙罗未尺的时候呢 慕建人尊敬就告诉佛陀 说他想去救这个加毙罗未尘的 佛陀的住民 那佛陀就看了慕建人一伙 就用慈悲的口吻回答说 慕建人 释迦族中受述事的罪业之报呢 这是供业所感 你不能带他们受 如果我们释迦族的不忏悔 而且呢 一味的交换 不改往修来 那么这个房子终究要倒塌的了 慕建人听了佛陀开示以后 知道这个是事实 但是他也想用他的神通试看看 他就用他的神通呢 要来救这个 加毙罗未果的这个 这个人民 他就用神通呢 把加毙罗未尘的这些 因为当时呢 整个部队都已经包围加毙罗未尘了 所以慕建人准准 他是用神通腾空挥入城中 在私家族中呢 找500位优秀的人呢 升空把他们的神势射到波里面去 再从空中挥出去 出城以后呢 放到天宫 本来想说这个灾难够以后 再把这个波拿下来 结果那个波一拿下以后呢 里面呢 500位似家族呢 全部都变成 血水 化为血水 那慕建人 真的大为金夫啊 这个时候呢 他们才寝室佛陀说 为什么加毙罗未狗这个释迦族被灭掉的这个宿命 佛陀就说在五量节以前 这个释迦族呢 是一个宿的移民 把这个移池的移呢 全部都补光了 那么流离他族就是移王 那这些 这些将士呢 部队的将士 就是当时的虾兵蟹酱 遗嘱 那佛陀当时只有唯一 春落里面 就是他没有吃这个鱼肉 他在移王头上敲三下 或者说他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 头就痛 头就痛三天 痛三天 这就是神通敌不过业力 啊 虾兵卑 这是神通敌不过业力 就还以为神通敌不过业力 你这就是神通敌不过业力